我们真的一直受到了包含网路啦 然后包含文工武贺啊 然后包含无所不用其极的渗透 包含你说文化 宫庙 教育什么等等 它全部都渗透 网路也都是一样 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 美国这个其实学校还好 他们其实很多的教授都被收买 之前他们在美国 中国在美国有个什么千人计划 然后有个哈佛的化学系主任 被150万美金就收买了 所以你看真的 美色跟金钱真的是非常难以抗拒的 很多人挡不住 挡不住 但是我觉得回过头来 我觉得真的你的前面的防线 是不是应该要做好 其实像这一次 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调查局有一个就是何建华 统促党女娃党部的一个主任 他就是因为收受了一个中国的一个费用 然后就从那边拿了一份新闻稿 在这讲说 叫他释放回台湾 就说蔡英文总统的论文是假的 然后就发现 刚刚讲到说最严重的就是 如果你台湾本的 我们自己国内没有人去附和的话 其实那个都也还好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范围 但最怕的就是 当中国的东西进来之后 台湾人接着有媒体又跟着一起去附和 那这个就整个渲染 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 我们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网路上有很多的小模或名模 或一些网 那个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红的一些网红 就拍了自己的小影片 就骂台湾政府 为什么不捐口罩给武汉 那时候有好多个 就后来发现 原来他们是因为经济公司收了中国 把他辗转的钱进来之后 他们也觉得这也没什么 反正我就拍一个影片也还好 但没有想到其实慢慢 他就会渲染成好像说 台湾真的好像不捐给中国 这样硬贺这样子说 不捐给就不人道 所以中国的这些资讯 其实再多我觉得 如果台湾这个内应 不要有人去附和他 其实他一定有一定的防范程度 但是你看到说 他们这样子一直做 然后包含说 你一些什么假讯息太多 因为台湾被假讯息从2018年开始已经很多了 然后我们一直可以当作教材给国际看 因为像总统前阵的GKL一个视讯演讲 他也是在讲假讯息的一个防范 所以网路上面其实我们没办法说 把网路全部都断掉 台湾不可能没有网路嘛 可是我觉得台湾人从2018年开始 其实慢慢的2019年的一个大规模的洗礼之后 假讯息洗礼之后 其实我们慢慢有养成说对于信息的一个辨别跟判读 因为我们每次 我记得我每次在这边只要假讯息 就跟所有的那个观众朋友讲说 一定要停看听 因为现在像我们我爸妈 以前就很多东西转传进来 我讲说你这个都假的 你不要再转传了 可是现在他就会回过头来说 我有收到这样的讯息 他是真的是假的 看起来好像真的 会变多一个问号